哇! 很害怕 其實我們經常被人問 究竟沖到哪裏可以玩煙花 不如今天告訴大家 究竟沖到哪裏可以玩煙花 日本買煙花通常會跟蠟燭一枝 或者香一枝 而日本其實不可以到處玩煙花 大部份人都會在家裡玩 或者大家一起去煙花園玩 簡稱為維園 大家都會在維園玩 經常問我哪裏煙花賣 Donkey Donkey很多 大部份沙灘都不能放煙花 供應都不可以 我們都打電話去因立村公所查詢 他們清楚說明一粒村的沙灘不可以玩 大部份公園也都清楚說明不可以放煙花 只有少數社區的公園沒有訪明 所以有時會見到零星的小朋友 在社區公園玩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聯絡主辦單位 即是酒店或民宿 查詢酒店或民宿哪裏可以放 私人地方只要業主批准 就可以放煙花 就可以了 其實這一代人很多都沒有玩過煙花 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帶人 一袋一袋這樣薄下去 那煙花就不會色列了 大家自己試試在維園那裏 教小朋友玩煙花 有帶人的零星 在接近零星 我已經介紹了 期視角獵 我們有些人 聊天 好